我今天要讲的是2nd derivative 2nd derivative就是d2ydx2 d2ydx2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dydx我differentiate多一次 d和dx它多一次 所以你看dd就是d2dx2 或者是我f2点 f1点就是differentiate一次 f2点就是differentiate两次 所以在这一边它有x2加4x 4x2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呢我就可以拿到 我的那个x3加4 dx的时候它会变成3x2-8x-3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differentiate第二次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6x-加24x-4 ok然后你的x-3变成x3 x-4 superx-4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叫你找g' 然后g'-1 就是说你differentiate两次了 然后sub1-4还有sub-1进去 所以你的g'是2x3加3x-7x-9 你differentiate一次的时候 它就一个乘成6x2加6x-7 然后你在differentiate多一次的时候 12x加6 所以它是12x加6 然后你把1-4跟-1放进去 然后g'-1-4 你放12-1-4加6 3加69 然后12-1加6 减12加6-6 ok好 然后接着的example12呢 它这一边它叫你找 find the value of x such that f'x等于f'x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 是你找出f' 找出f' 然后你让它两个等于 所以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x3加2x3加3x加4 我differentiate的时候 它就变成3x2 然后加4x加3 然后再differentiate多一次的时候 才会变成6x加4 所以它这一个等于这个f'等于f' ok 所以我这一个3x2加4x加3等于6x加4 这个其实变成了quadratic equation 然后过后呢 我变成-2x-1开挂弧 x等于-1%x等于1 所以我拿到x等于-1%跟x-1的时候呢 它的f'会等于f'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我的f'x是3x2加4x加3 所以我的f'-1%3 会变成3-1%2加4-1%3加3 然后它会变成-1%2加3 然后它会变成-1%3加3 然后我拿到的是-1-1%3加3 然后我的f'x呢 然后我把f'x2加4 所以我f'-1%3加4 然后-1%3加4 然后-2-2 所以它一样 OK 我现在其实是在检查我的方案 所以我的f'-1的话呢 它变成-3 3加4 3加4加3 3加4加3是-10 然后我的f'-1%3加4 也就是-10 所以在这两个情况之下 它是一样的 然后可是在其他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不一样了 例如我的f'-0的话呢 它就变成-3乘0 3加4 0加3 然后我的f'-0的话呢 是-6乘0 加4 04 你看它这个f'-0 不等于f'-0 可是这边呢 f'-1 等于f'-1 然后f'-1-3 也等于f'-1-3 可以 所以在这一个环节 简单 这个环节就是 我differentiate两次 so 我有y 我differentiate d by dx y的时候 它会变成dy dx 我dy dx 我再differentiate多一次的时候 我d by dx for dy dx 它就会变成d2y dx2 就是说我differentiate多一次 然后我的f'-x 我d by dx for f'-x的时候 它会变成f'-x 然后我的d by dx for我的f'-x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f'-x 就是这样而已 ok so 这一个 就是differentiate一次 differentiate两次 differentiate两次 ok 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环节就得到了 就会变成f'-x